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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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參謙盛 今天指數又漲了38點 已經來到接近9000點的位置 短短幾個假日 大家的感受大不同 先前大家認為說 可能保守一點好 省不到兩天之後 現在大幅度的翻盤 現在每個人都在問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我想這個就是先前我跟大家說的 6月份你想要賺多少錢 當然我不是等到指數漲上來之後 才跟你說對不對 如果指數漲上來之後才跟你說 那我們也買不到好的股票了 先前我跟大家說 當大家很懷疑的時候 我其實用很簡單的數據 外資連續買超的過程當中 除非是已經大漲 不然基本上來講 往下跌的空間並不是很大 對不對 那既然往下跌的空間並不是很大 那今天指數往上漲也不多 對不對 快創新高了 已經快創新高了 那現在多空都沒有爭議的情況之下 因為現在沒有爭議了嘛 對不對 你要買什麼 當然很多人在問 這個加折第二 有沒有漲 有沒有漲 漲是一定會漲的 對不對 漲當然是漲的 重點是 還會再漲多少 這是重點啦 還會再漲多少 來今天指數9000點 9000點的過程 代表著你現在選股票 有兩種方式 一種你可以選強勢股操作 就它已經漲很多了 你BJ已經買下去 它還會繼續再漲的那一種 那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種 你可以跟我們一樣 選擇現在股價被強烈低估的股票 股價被強烈低估的股票 什麼叫股價被強烈低估 這是一路以來我跟大家說的 對不對 當TBK跌到150塊 160塊的時候 我說我們買TBK 不怕你笑 我也知道你會轉台 那事後來看 是不是漲上來 低點來算的話 一筆融資是超過一倍 對不對 宏達鏈 這樣子融資五成 激起墊高之後 融資還是四成 光耀科 到昨天還在創波亂新高 對不對 銀廣 股價低於禁止的股票 有一次漲就是現股漲26% 加者到今天還是創波亂新高 創波亂新高不是小漲一點點 是現股漲的54% 融資135% 有沒有人知道 有 在這個地方 股價沒有漲 反而下跌的過程 融資反向增加 代表這個融資 跟後面的法人 基本上都是大贏家 對不對 都是大贏家 那現在重點來了 今天家者又創新高 那現在盤面上大家都在找哪一檔 假設今天創結 對不對 這被人家收購了 被收購的股票 現在大家都在想 跟他做一樣的 類似的全部都漲停 對吧 跟他做一樣的 你只要是物聯網相關的IC設計 今天全部都漲停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一檔在漲 好那重點 那你看到家者在漲 你要買誰 未來市場一定會去找的 跟家者做一樣的 CPU circuit 這個是所謂的 插槽的部分 有沒有人跟他做一模一樣的 如果有 他應該能夠漲多少 對吧 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相信大家是煎熬 好很大很大的煎熬 什麼樣的煎熬 做股票 感覺 一天多一天空的對不對 你剛剛好像總覺得 沒有那麼的確定 沒有那麼的篤定 那最近又發生一件 非常不好的事情 有人在捷運上隨機殺人 這已經很離譜 天理不容的情況 居然還有粉絲團 還有廢死團 廢死團說什麼 證明 就算有死刑 還是沒有辦法遏制 這樣子的殺人犯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對不對 有人想法很跳透 有人他說 因為有 就算有死刑 還是沒有辦法阻止他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放出來再殺 還是把那個人關到死 關到死 那火石費管理費你出嗎 奇怪 廢死團不講這個啊 他就想說 因為 還是 有死刑 就算有死刑 還是有殺人母 所以我說 這個世界上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 我們尊重任何的聲音 但是股票市場裡面 不是尊重聲音喔 股票市場裡面 誰賺錢誰就是大爺喔 來 股票市場裡面 誰賺錢誰就是大爺喔 來 上探集誰是大爺 為什麼是大爺 因為你去吃飯 買名車 買豪宅 人家會叫你老闆 對不對 當然是不是真心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你有賺到錢 來 這是嘉哲 嘉哲昨日5月22 漲停板鎖1400張 漲停板創波段新高 持股獲利續爆 今天嘉哲再創波段新高 對不對 今天嘉哲來到這裡 這樣子現股是54% 融資是135% 如果只買一筆的話 當然我們不只買一筆啊 我不是跟你算最低 現在重點來了 同樣是跟嘉哲做一樣的 有誰會是他的接班人 有人問我 昨天很多人打電話來 你在問 真的有可能嗎 來來來來 我昨天跟大家講這個 我昨天跟大家講的 這個 跟嘉哲 如果你去看嘉哲做什麼 嘉哲是做CPU的插槽 所謂的Socket 這個部分 這個名字是英文的名字 如果你翻成中文的話 你很少聽到 為什麼 因為國內紅海是沒什麼都有做 所以紅海有做的就不奇怪 除了紅海之外 只有嘉哲跟這一家嘉哲 第二有在做這個東西 有在做這個東西 那這一家公司跟嘉哲一樣 因為他們做同樣類似的東西 所以事業費營收是創今年的新高 事業費營收是創今年的新高 那不一樣的是 他的股價低於靜值 股進比不到0.7 我跟大家講 如果股進比不到0.7 0.7倍 漲到股進比一倍的話 那等同於股價是漲4成 只是回到靜值 沒有大漲 我說是只是回到靜值 沒有大漲 那我們來看 這是嘉哲 今天嘉哲再創波段新高 151塊半 151塊半 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照著我們的規劃在走 規劃我跟大家說 這法人索馬 法人持續的買超 到現在151塊 投入性跟外資 都還在連續買超 不同的是什麼 不同的是 在這個地方 你買一張是賺1.3倍 買兩張也是賺1.3倍 你買十張也是賺1.3倍 不管 只要你用融資買的一定 都是賺1.3倍 沒錯 那這裡融資是大增的 對不對 這裡融資是大增的 表示什麼 凡事都有人先知道 而誰先知道 當嘉哲沒有起漲的時候 股價不到100塊的時候 我怎麼跟你說 來加者不到100塊 當時的賺 當時一開始就先說 最高賞到299 那現在 好漢不提當言有 有沒有排行榜裡面 你說老師 這股票都這麼貴 好 我說喔 這是你畫面上看不到 沒有在上櫃排行60米裡面 也沒有在上市排行60米裡面 都沒有 都沒有 這一檔股票沒有 這一檔股票是哪一檔 這一檔 我跟大家講 他過去月線長紅會漲一波 月線長紅 不知道會不會漲 不知道 但先前月線帶量長紅漲 漲6倍 那昨天呢 昨天沒有漲 股票怎麼做 你剛才要買在沒有漲的時候 今天呢 今天有漲啊 沒有漲很多啦 小漲 漲很貴 沒有到一百 不到一百 股價不到一百 那不到一百股票 未來怎麼看呢 我說如果以獲利的程度來看 它本身目前是全球第二 僅是鴻海 毛利率一直在做提升 所有的法人看這一檔股票 就看這一檔股票 最近外資大幅度加碼 錢力鎖碼 來 毛利率提升的情況之下 代表什麼 獲利會大提升 那它去年第四季賺的錢 去年第四季賺的錢 已經比什麼 已經比這幾檔 這六檔都還來得多 這六檔是非常極優的股票 上市的第七名 上市貴的第八名 上市貴的第九名 分別是金華 昂寶 鮮火 紅爐 瓦承跟雅德 他們股價是這樣子 他們這六檔股票 去年第四季全部賺輸過這一檔 他們去年第四季賺的錢 單季賺的錢 比這一檔還少 但人家股價不到100 我跟你說股票怎麼做 你所看到VCR 那個時候指數大概是9000點 大概 對不對 你看是大概4月中旬 大概是這個交位 好 現在指數也在這裡 對不對 你所看到VCR是4月18 就是在這裡 那現在也在這裡 指數沒有動 就是來來回回而已 對不對 來來回回 很多人賺了大錢 也很多人賠了大錢 因為你在漲的時候 你看好 在跌的時候你挺損 但是我跟大家講 我不管漲跌 我就是看好 欸我不管漲跌喔 這4月17號 是不是跌 好 我們搭便車 搭誰的便車 法人的便車 數字平穩快速 這不到100 對不對 小漲也不到100 外資去放假照漲 很奇怪 對不對 這都是100塊錢附近 都100塊錢附近 對不對 好 那5月2號還在提醒你 剛好開始喔 接著5月5號開始 漲停板 鎖起來 當然是要暴老 不准賣啊 再漲停板 暴老 再漲停 對不對 再暴老 再漲停 欸還是暴老 不好意思喔 再創新高 139 對不對 拉起來 到昨天漲停 今天再創破斷新高 其實你可以買10檔股票 買20檔可以 但是你可以選擇 一檔你有把握的股票 就買它就好 這樣融資就是一倍 現股是五成 去年第四季賺超過3塊錢 今年第一季賺超過3塊錢 所有上市塊股票裡面 去年第四季賺3塊 今年第一季賺3塊 請問 這一些公司股價都是多少 至少250塊起跳 如果去年第四季賺3塊 今年第一季賺3塊 跟嘉哲一樣的話 股價至少250塊 對不對 那這不奇怪 奇怪的是什麼 奇怪的是那個嘉哲第二 現在市場上還沒被人家找到 大家都會去想 嘉哲做CPU的插座 插槽Saki的這個部分 那全台灣就只有兩家在做 一檔叫嘉哲 一檔是嘉哲第二 那你說老師 這個地獄禁止這麼多 會不會有機會回到這裡 我跟你說這嘉哲第二 上一次這樣子 這是月線嘛 就這樣子小小的一點點 小小的一點點 就是這樣 上一次小小月線這樣 就是這樣 這樣現股是八成 這個這支是可以融資的 現在現股就是八成了 哪裡說呢 你還問我什麼 當然是問這一次要漲到哪裡 對不對 問這一次要漲到哪裡 我昨天跟大家講 你有興趣的 你想買嘉哲第二 我跟你說六月想賺多少錢 不是我現在跟你說 不是指數漲上來 個股安全的 我才跟你講 我跟你說 如果你想買嘉哲第二 那兩個股票了 你打電話進來什麼都不要說 你就說我要買嘉哲第二 這樣就OK了 好下個禮拜 禮拜一 第一時間 我會通知你 進場買進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再回來 要叫唱個禮拜 打電話 好 喜欢就在这里 57瓶大字帮原始雅院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可以重复 拥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资讯 轻松自付 让您所看到的奇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前景投顾 顶级服务 支付金线 02 2772 6855 2772 6855 人生 外乎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温饱 投资理财 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 前景投顾 这几股市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 接触心理 筹谋 产业和技术各个面向 在信息万变的股市中 带领各位杀出重围 获利致富 前景 前程四景 速播服务专线 02 2772 6855 2772 6855 掌握获利的密手资讯 互别赔钱的二手消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可以重复 拥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资讯 轻松自负 让您所看到的奇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前景投顾 顶级服务 顺服签线 02 2772 6855 2772 6855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额排七密窗 专利富的是岛块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排七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 今天指数又有涨 已经来到9000点 那当然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想买股票 也有看到很多人股票 一档一档涨停榜 对不对 那你会想说 是不是涨停榜赶快去追 你的想法有可能是对的 因为追墙之谷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 我会说 我们来买未来涨升空间最大的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去追涨停榜 过两天他就休息了 一次休息就是半个月 一次休息就是一个月 那恰巧运气不好 你又买到最高点 你这一个月你就不用做了 你又不用做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很多人得到涨停榜 才会去买 因为你先前都在观望嘛 但是我跟大家讲的不一样 我现在也只不跟大家说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很清楚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外资买超这么多 事后六个月都是涨啊 那六个月这一次的六个月后会是什么时候 刚好是契合一大选嘛 那这一次大盘之涨 盘之2.5%你不用担心啊 就算押回来的空间已经满足了 对不对 好 那我跟大家说什么 我们来买那种空间最大的 对不对 空间最大 像这个 我说什么 六月份有四个医疗的生计涨 当然很多生计股涨很多 你随便买都会赚 但是我希望带给会员的 是能够赚最多的 而且是在最低档的 最便宜的癌症新药股 最便宜的癌症新药股 这是5月15号 对不对 好来到5月19号 搭起来 时间点来到 5月20号 又涨 5月22号又拉起来 今天还是再拉起来 都不会涨停 很奇怪啊 但是他已经冲两个月的新高了 已经冲两个月的新高 币者已经随便你买 随便你赚 重点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我跟你说的这个新药 这新药心情给大家看过 是法人圈所 其实现在外资很红啊 因为有一档叫利旺的 有一档叫利旺 巴克莱证券 750块 你到现在你还是看不到 巴克莱证券利旺的报告 那我跟你讲 台湾是外资里面 外资怎么看台湾的新药类股 台湾新药类股里面 谁是最便宜的新药股 这都是最新最新的报告 既然外资的威力这么大 既然大家都想跟着法人做 那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跟上 你第一时间跟上 你第一时间跟上 我跟大家讲的 我不是带你去追喔 我是说如果我们来买一些 基金相对比较低的 这是这个礼拜一 叫银广 拆爆黑嘛 对不对 接起来299块 现在第一季状的钱比去连一整年都来得多 即止二十几块 那你说一支掌停板才199 19.9 不是199 是19.9 然后再拉起来再差一点掌停 再拉起来再差一点掌停 这样子短短几天 几乎三支掌停板 对不对 时间不能够倒退 不能够重来 如果可以的话 那大家都拿号码牌 那有人靠关系 你号码牌是拿到好几万票 好几万号 对不对 那既然时间不能重来 我只能跟你说 谁先上车谁先赢 谁先上车谁先赢 这叫加折第二 做的跟加折是台湾为二 做CPU socket 也就是所谓CPU插槽的 为二 他的营收跟加折一样 都是4月份营收 创今年新高 但是不投是股价定于净值 股价比不到0.7 这是他先前上一次的涨势 上一次就是这里 这么一小段 我们就看这里 不要比这里 他先前这个地方 是被称为小加折 他这个价位被称为小加折 我们不要说这个价位 我们就说这里就好 这里喔 这里短短的这样子喔 涨八成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跳空漲停开始 从跳空漲停板开始 股价跳空漲停之后 开始连续性的出量 直接一次涨八成 这是在这里 那什么时候会跳空漲停 会涨到什么价位 这个时候为什么股价这么高 这也不算高 跟加折比也不算高 因为市场上很多床文 你自己去查 他比加折还便宜 号称小加折 现在的加折 现在的加折 我怕你买买了 我怕你买不下手 我没有动不起你喔 我跟你讲很清楚喔 会涨而且会大涨喔 这不是小赚喔 不是历书喔 对不对 这是融资1.3倍 融资是大增喔 从4月16号 4月17 4月18 到5月28 到5月2号 我都在提醒你 法人最新索马股 5月2号的加折在哪里 3533 5月2号的加折在这里 在这里 90几块 今天151块 如果时间再来一次 不用问了 融资买到买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先前有戴着会员做 我说一定要买 4月18 8号V18你看过 我们再来看5月2号 不是套牢两个礼拜 是完全没有涨的两个礼拜 我们还是坚持加折会大涨 来加折5月2号 当时的V18 这一档我之前跟大家讲 高价股 裡面最具潜力股的 最近排行前进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说 宏达内说TPK 坦白说啦 宏达内TPK 再涨的速度 应该不会有大块 因为这一家股本比较小 它股本比宏达电 比TPK小 但是它却是法人持续性 特别是外资 连续性买仓的标的 人家在买什么 再买一个未来 整个所谓的智慧型手机也好 在整个PC电脑 PC 这次有换机槽的 XP的换机槽 现在如果说你要报税转账的话 报税的话 请不要用XP报税 对不对 XP就是它现在可能不支援你 好了 XP换机槽 这一档是最大的收回国 最大的 上一次的月K线红棒 是这样涨六倍不是涨一倍 月线红棒是涨了六倍 那现在月线一个红棒 对不对 不用问老师要怎么买 要回来就买 老师4月17号 过了半个月 我跟你讲 这半个月我们讲坦白的 你手中股票套牢了几档 我们讲真的 这半个月 从4月十几号到现在 现在5月2号 你手中股票套牢了几档 不要说你大档 你套牢了几档 两个礼拜双盤最高点 差一点涨停 差一点涨停 而且是两个礼拜收盤最高 但是加者完全没有起涨的时候 不到100块 100块钱附近 简单讲 这个 这是囊中之物 人家说富贵险中求 我说富贵穩中求 不是用拼的 是穩定中求胜 第一季赚3块钱 去年第四季也赚3块多 这样子的股票151块 都算很便宜 在台北股市挂牌的话 那当然现在要去找的 不只是加者要持续操作之外 持续操作加者之外 另外一个重点是 有沒有跟加者一样的 当时这个价位被严重低估啊 今天加者的那151块钱 代表着这个价位被严重低估啊 对不对 现在证明过去的价位 是被严重低估啊 那台北股市已经9000点 还有没有股票 是被严重低估的 你要赶快去找 因为全市场都在找 大家都在找 一些大涨股票 有没有跟他做 幾乎是一模一样的 CPU的一个所谓插座的部分 除了鸿海之外 全台湾上市贵公司 只有加者跟这一家有做 他跟加者一样 4月份营收創今年新高 不一样是他很惨 他现在的股价低于禁止 你说老师 这样子会涨多少 我不知道 我只告诉你上次这样子 一次涨了八成 一次涨了八成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跳空漲停板一横 这不是有杂物喔 这不是 这是一点 就是跳空漲停所使 之后开始往上做大涨 这样子现股市八成 隆士你要再乘二填五倍 我请问你 下个礼拜会不会跳空漲停 6月你想要赚多少 法人兵绩效我们赚到保 包含这样子的股票 我都会帮会员做锁定 哪一档先买 哪一档报到什么地方 今天是周末 如果你想买加者第二 麻烦你打电话进来 你只要说 我要买加者第二 我要买加者第二 下个礼拜一 第一时间带着你进场 祝你周末快 妹妹啊去洗碗咯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 爸爸说女孩独理工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西斗让女孩有发挥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西斗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掌握过来的一手资讯 区别赔钱的乱手消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可以重复 拥有超越法人的一手资讯 轻松自付 让您所看到的奇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前景投顾顶级服务 支付接线02-2772-6855 2772-6855 原生 外公就是接求生活中的温饱 投资理财 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 前景投顾 这几股市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 结合心理 投稿 产业 和技术各个面向 在信息万变的股票中 带领各位杀出成为 莫利致富 前缘前景 前程四景 苏波服务转线02-2772-6855 2772-6855 新闻障碍 镜像平衡 增值金专业